大家好,我是叶子 最近有些粉丝朋友叫我更新一下做肉丸的视频 这个视频是教一个学员带他做肉丸的 从早上五点来钟就带他去买新鲜的猪肉了 做这种无添加的肉丸呢 首先买肉都是很重要的一步 肉一定要足够新鲜 做出来肉丸才能好吃 新鲜的肉买回来了就可以马上处理了 然后按照一份六斤这样子给它分装好 很多地方的肉都很便宜 像买这种比较好的本地肥猪就要17块钱一斤 肉丸成不成功也可以根据这个肉浆的状态来判定 像这样子肉浆打得光滑起焦的状态 做出来肉丸肯定是Q弹好吃的 煮肉丸的水就温度不要太高 让它慢慢的泡熟 这样子的丸子颜色就会比较白一点QQ弹弹的 它全部都浮在上面 这是我们客家人最喜欢的瘦肉丸子 根据其他客人的要求呢 还做了菠菜味的 就放入新鲜的菠菜 打出了绿油油的也很好看 还有胡椒啊香菇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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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